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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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主位法师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是加谋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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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齿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作为同修 先开注解 三百一十一页 三百一十一页 请看第九行 更期 转法轮 释远佛 释远佛 出现在世间 这一次 时间不久 只有七十九年 而七十九年当中 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转法轮 这是讲八项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到微妙法 要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 他这个微妙法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如果看了前面的几个项 你就知道了 从得定 从降魔而来 所以我们修道 要注重自己的心 不能够被外面的六层境界所转 假如说 这个外面的晶圆 稍稍一风吹草动 我们就为之所动 这就证明什么呢 没有定 也没有这个会 那这个魔王波寻就特别高兴 他就知道我们这一生 没有指望 可以出六道轮回了 但是我们很清楚 如果这一辈子不能够降魔 不能够得定 不能够开会 我们来生后世 依旧要继续地轮转受报 因此作为佛门弟子 一定要发大性 深入精障 要给一切大众 做一个最好的表率 常常想到 是在经营上所讲的四红诗愿 其实四红诗愿 我们天天念 非常好 为什么呢 拓宽我们的心量 你看他第一句话就说 众生无边 是愿度 所以佛来到世间 转法轮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普度一切大众 只要这个众生还没有成佛 那都是佛陀所设化的对象 这个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 这个转法轮 它分为总相跟别相 总相里面呢 分两个小科 我们来看第一个 请法能干 经文 天人归影 请转 法轮 经文 刚刚所看的这两句 还有下面的 一些经文呢 都是八项成道的第七项 他先解释 这个天人 是指哪些众生 天人者 天道中人 归者归境 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呢 他不在人间 他们是在天上 这是天人 不是一般的天人 因为他们对于圣贤 恭敬心 比我们一般大洲 要多 要高 要大 什么叫归呢 归就是归境 归一 恭敬 养者 轻养 这是对佛陀 非常仰慕 钦佩 在大制度论里面 也解释 今是释迦文佛 得道后 五十七日 极不说法 释迦文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明心见心之后 多久时间 他一句话都不说了 差不多两个月 五十七天 他为什么不说 不是他不想说 是什么 没有对象 没有听众 没有适合的听众 来接受他这个 微妙法 好 下面佛呢 他就自己讲了 自言 我法甚深 难解难知 一切众生 附着是法 无能 结责 不如 莫然 入涅槃乐 哎呦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众生就苦了 其实我们看 经上的介绍 世尊呢 在定中啊 他有讲一部大经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就算您坐在佛的旁边 您也不知道 那谁晓得佛在定中讲经呢 法身菩萨 他们在现场听佛讲了一部 大方广佛 华严经 可是佛把这部经讲完之后啊 那我们这个六道众生 没有人来主动齐情 这时候佛就打算呢 要入涅槃乐 换句话说 他从哪里来的 他还要呢 回到哪里去 他要回长极光 为什么我们众生 没有主动来请法呢 这里有个原因 附着是法 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对于什么很喜欢呢 财色名利 五欲六成 这个很有兴趣 在这个紧要关头 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还是有福报的 诸菩萨及 士体还音 梵天王诸天 合掌敬礼 请佛为诸众生 初转法轮 佛时默然受请 到菠罗赖 路也愿临终 转法轮 这里所讲的菩萨 是指的 静居天人 这是色界天的 他们是住在 第四禅天的五步环天 这都是三国阿纳罕 在那里修行 他如果再一提高 那就证得四国阿罗汉 他就可以出六道 更新利的阿罗汉 更新利的阿拉罕三国 他就在五步环天 可以证得四国 他不需要再到四空天 直接从 这个 第四禅天的五步环天 就证到 那个根性差的呢 他还要再往上面修 要到四空天才能够出去 除了这个阿拉罕 下来之外 还有谁呢 也邀请了 士提环音 这就是刀立天主 我们中国人讲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来了 还有啊 大凡天王 这个是色界的 初禅天 天主 这些天王呢 跟阿拉罕 一起来到佛的面前 合掌敬礼 这是一种恭敬的态度 请佛为诸众生 初转法轮 这就是请佛说法 佛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默然受请 他不说话 不说话就默认了 佛如果说 我不要 他就会说一句话 我走了 那众生又不可奈何 佛就知道 这个世间众生 还是有善根 还是有福德的 所以呢 就发现 到菠萝类 陆临终 转法轮了 这是陆也愿满 后面呢 也都会有介绍 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啊 印度这么多地方 是不是 他为什么跑到那边去呢 因为那里有五个人呢 也在修行 这五个人呢 也是他 释迦族的亲戚 因为他的父王呢 担心他 一个人跑到 深山老林里面 这个 一世住行怎么办 委派五个人来照顾他 所以佛跟他们有缘 而且缘特别深 后来在那边呢 就找到他们 就给他们讲法 讲四地法 苦极灭道 讲了之后 不得了 居然就在现场 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 尊者焦成儒 他就证过来 而且他还不是 正一般的过来 直接就升到阿罗汉 所以佛在前世发的愿 他那时候是忍辱先人 他要渡这个 戈利王 那个戈利王 就是现在的 焦成儒尊者 佛当时讲 以后我成佛 我第一个就来渡灵 说话算数 焦成儒尊挺厉害的 他当下就把剑尸翻倒 一下子顿舍 顿舍就顿正 所以从这一天起 真的这个三宝 就出现在时间了 有佛宝 有法宝 还有生宝 另外在法华经 也有记载 尔时诸犯王 就是四三天以下的 即诸天地是 忽是四天王 不但大凡天王来了 玉皇大帝也来了 这刀的天主来了 还有呢 四大天王来了 那这么多的 刀的天主 大凡天王 四天王 一起来到佛人面前 这个数量很多 即大志在天 这个大志在天呢 是摩西守罗天王 他是第四参天的天主 四参嘛 分为初参二参三参四参 他是最高的第四参 并于诸天众 眷数百千万 这还得了 这个光是天人 那可是满虚空 都是的 大家呢 恭敬和掌礼 请我转法轮 这不就是 印光大师所说的吗 一分成劲得一分利益 两分成劲得两分利益 十分成劲呢 就得十分利益 所以这些天王功德 非常非常大 没有他们主动来提醒 那佛就走了 所以这都是我们恩人 下面是念老所讲的 法轮者 指佛之教法 什么是法轮呢 就是佛的教学 眼说佛之教法 称为转法轮 佛门有三大标志 其中一个就是 法轮 它是圆形的 圆形那就代表什么呢 圆满 另外佛这里还有一个万字 这个万字代表什么 代表吉祥 有人说 那个很像 很像德国那个什么 纳粹的标志 你不要搞错了 方向不同 转的方向不同 那个纳粹的标志 是刚刚相反的 而且它还是斜的 你看佛这个万字怎么样 方方正正 不要看错了 所以早年的时候 这个 从佛陀教育基金会 印了很多法宝 寄到国外去 那个箱子 正当中 印的一个图标 就是那个万字 可是海关的人不懂 一看 这是德国纳粹的东西 不准入关 全部没收 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吗 跟他解释 解释也麻烦 后来就干脆 不要再印这个万字 就印什么 就印佛了 你看他们也没有血 误以为这是不好的东西 轮轴轮圣王之宝轮 这个转轮圣王还是人 他是人中最富贵的 所以他不是天人 他有一个工具称为轮堡 轮王有四种 金轮文 金轮王 银轮王 铜轮王 铁轮王 金轮王 铜社四大步骤 一个 单位世界 银轮王呢 管四分之三 铜轮王呢 管二分之一 铜轮王呢 管四分之一 诸位同修 您多大的福报啊 您管多少 连自己一家人都管不了 是不是 就指明我们都在人道 大家的福报 相差太悬殊了 之所以称这个 轮 是 轮堡 因为他啊 可以飞行的 而且飞行的速度特别快 金上师尊讲 他能够在十二个小时之内 就是从早上到黄昏 十二个小时 就可以把他这一个 单位世界 四大步骤 全部转一圈 大家应该坐过飞机 但是我们一般坐的是 民航飞机 民航飞机快不快 不太快 如果跟战斗机相比 听说早年呢 前苏联研发的一个 米格25战斗机 是三倍音速 三倍音速 那超级快的 可是三倍的音速 这么高的速度 跟轮堡相比 那是远远追不上的 那么这个飞行的工具呢 上面也有武器 等于说这个轮堡 像他的战斗机一样的 回转四天下 所以他能够在四大步骤 来回地巡视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一些地方 新闻报道 说看到飞碟了 我们要知道 飞碟来 有可能是谁来呢 转转身王来了 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吗 或者他派他的手下 来我们这个星球呢 观看一下 你们生活得怎么样啊 他要来看一看 脸催 诸愿敌 他要保护他的国土 要防止别人呢 来侵犯他 所以他这个轮堡上面 有这些攻击性 防御的武器 跪屁于佛之教法 以流转一切众生界 破除诸烦恼 用这个轮堡啊 来做比喻 比喻佛呢 到处讲经说法 帮助我们众生呢 能够破密开悟 转帆成圣 智者大师 在法华文句里面说 转佛心中 化他之法 这个转呢 就是辗转 我们换个说法 传授 佛要把他心中 最想讲的这个法 到处跟人家宣说 度入他心 灵转法轮 所以我们大家学佛 到底是真学了 还是假学 标准何在呢 这里一句话很重要 度入 踏心 换句话说 这个众生 他是从心里面 确确实实 愿意接受 他愿意 一教奉行 到最后呢 正得无上佛果 这个就称为什么 转法轮 假如说我们只是上课 听得很欢喜 感动一下 激动一下 流下眼泪 甚至还磕个几个响头 出讲堂呢 还是我心我素 还是烦恼习习 当家做主 那这个转法轮的效果 就不大了 好处是什么呢 重一点 善根种子 听嘛 从笔呢 不听好 家祥诗云 自我 自笔 故称 为转 从我这里 把这个法 传给他 交给他 这个传授 就是转的意思 有探玄机 解 法轮约 这是选手国师 给东晋时代 翻译的六十华言 所写的注解 探玄机 他老人家解释 什么是法论 法是鬼池义 法就是鬼池的意思 鬼是鬼道 池呢 是保持 就好像大家 开车 您开车 一定要按照什么来开呢 按照这个马路线 标志来开 或者是 开飞机 也有一个什么 航线 在 水面上 行船 您也要按照一个航道 来驾驶 才不会出问题 通友 四一 通图来说呢 它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是教 第二个是离 第三是行 第四是果 也就是教 理 行 果 教 要相信 离 要能够理解 行 要能够争取修 果 最后呢 要能够正得 那这样子 这个教学 才是真正达到圆满 关于这个教理行果 现在我们来看 参考资料下册 530页 参考资料下册 530页 大家找教理行果 也顺便把上册拿着 这样等一下都会看到 上下两侧 好 530页 教理行果 有看到吗 他首先讲 法宝中 有四种 第一个就是 教法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大藏经 是属于教法 这些经典 是三世诸佛 所说 破无名烦恼之 声明 俱文也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当年佛 传授 正法 他用什么方式 他用音声 所以讲 声 声音 我们中国的圣人 孔老夫子呢 也是 用言语 来传授 古圣宣贤的教会 那么我们在听佛讲经的时候 听善知识讲经的时候 一定要牢牢记住 古大德所教给我们的 离明自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不要去分别 他里面所讲的这些明相术语 不要去在乎 他这些语言文字 也不要一边听 一边在那边琢磨 这是什么意思 经没有意思 您所认为那个意思 不是佛经的意思 是谁的意思 是从我们第六识 第七识 冒出来的这个意思 所以诸佛如来教我们一句话 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很认真的听 很认真的读佛经 听着听着就会有误出 读着读着就会有感受 而且是 遍遍看 遍遍听 都有不同的体会 可是我们还是发现到 读了那么多年的佛经 听了那么多年的经 怎么还是没有开悟呢 因为我们有种种的烦恼 在障在我们 哪些烦恼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贪嗔痴慢 这十六个字 就好像是什么 一条一条的绳索 把我们绑得死死的 所以我们读了很久 听了很久 都是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要把这十六个字 通通都放下 一旦放下 您在读经 在听经的时候 往往就怎么样呢 豁然大悟 看经文 真正入境界的人 他就看出什么呢 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每一段 都具足 体相用 因缘国 还有势力 这八个方面 这叫什么 看出门道啊 一般人为什么看经 他得不到法系 心不够真诚 心不够恭敬 心不够亲近 所以呢 他体会不到 如来真实义 我们打个比方 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 古人教我们怎么吃饭呢 细绝蔓延 按照古人的标准 吃一口饭菜 要在嘴巴里面 绝二十多次 就是你要咬二十四次 才咽下去 大家早上吃早餐 是不是这样吃的 不可能 咬个三五下 就怎么样呢 舌头 一拨 就把它吞下去 这就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人 太急了 哎呀 牙齿轻松 肠胃就辛苦 尤其是那个胃部 他看了那么多食物 就掉下来 他就慌了 哎呀 牙齿大哥 你怎么不多咬两下呢 你这样子下来的话 我就辛苦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 人容易生病 说句老实话 没有听古人的劝告 那我们现在学佛呢 也要按照佛的这些理论方法去修才行 一定要严格遵守 界定慧三学 这个总纲领 总原则 所以呢 看一遍经 看不懂 那就多看 要用最恭敬的心 最亲近的心 来阅读 常常读经 常常听经 就可以逐步逐步把我们的贪嗔吃慢 自私自利 等等的烦恼 全部都降服住 这就是前面佛所视线的降魔 请问现在我们身边有没有魔呢 太多了 有看得到的 有看不到的 有外面的 还有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魔 通通都用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是要把内在的这些魔障 要把它去除掉 自己心魔 扫除干净 外面的魔怎么样来诱惑我们 影响我们 都不可能得手 所以啊 那个修行人 你看他在六层境界当中 不受一点点影响 这中文大德 有一句话说吗 百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其实这个说法在图文巴比较好讲 为什么 图文巴很多公园 是不是 尤其是到这个春季的时候 那这么多的公园 鲜花盛开 你在这个当中走一走 浏览一下 往往怎么样呢 会碰到这些 花朵 那个花朵怎么样呢 如果不沾到自己身上 这个比喻什么 比喻我们人 遇到外面六层境界的时候呢 没有落任何印象 这就成功了 假如说 我们一接触到外面明文力 马上就动心 这些日益烦恼啊 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修道没有别的 就是让这个经教啊 变成我们实际的心理活动 还有我们的实际的身体的造作 包括我们的语言在内 因此修习人呢 不能够离开教法 也就是说 一定要天天读经 要天天听经 还有个办法更好 天天讲经 天气再热 要上台讲 天气再冷 也要上台讲 讲不动 也要上去讲 为什么 讲不动 一上台就讲得动了 佛力加持吗 真的上台就感觉不一样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再看第二个 是离法 教法所全之 一离 这个经教里面呢 有他要说明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实施真相 佛 讲这个事实真相之前 是因为他都看清楚了 所以他才能够给我们 说得明白 第三个是 行法 一礼而行之 戒定会也 这讲到三续 戒有他的理论依据 定也有他的理论依据 会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六祖 会那个大师 在《法宝谈经》里面 他多次教其他人 说了一句话 常常讲 他说 要常念 那既然要常常意念 波罗 波罗 我们就不可以意念什么呢 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了 可惜现在人 几个人在专心的 深入经教了 现在大家 对这个 世间的 欲望 特别有兴趣 但是 如果沉迷在 世欲当中 这个人 就算他天天学佛 也不能够处留到 没放下 所以 能大师提醒我们 要常常意念 波罗 波罗 那为什么前面 加个拿摩呢 拿摩是表尊重 它是 皈依 皈命的意思 您能够 皈依 波罗 波罗 蜜多 就可以从烦恼里面 解脱出来 因为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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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多 是智慧的意思 我们修道 就是为了要 恢复自己的 原有智慧 德能向好 怎么做呢 要守住规矩 这个戒 就是规矩 延持境戒 持戒 真正做到 圆满的时候 您的那个心呢 自然就定下来了 就像我们中国古人 也讲一句话 读书千遍 其一字戒 他为什么读书 就能够开悟呢 因为他读了 一千遍的功夫 心就沉浸下来 定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能够看得出 经文里面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读乱寿经 不能够理解里面的 一离呢 虽然有读 有口无心 一边读经呢 还在一边在那边 大温小 一边读经 还在那边打哈欠 一边读经 还在那边昏沉 有人就跟我们 讲过这样的事情 他说 法师啊 我不读经的时候 没那么多瞌睡 不晓得为什么 一开始读经呢 就很想昏沉 很想呢 这个瞌睡 大瞌睡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刚才讲 这个情形很正常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就怎么样 咬紧牙根 坚持 乌生还记得很清楚吗 第一遍读无量寿经的时候 好辛苦啊 在夏威夷 那是在家的时候 读了两个小时 零五分 熬过来 一直读了 读久了 慢慢这个时间就 自自然就缩短了 一开头在那边 坐在那里 东摇西晃的 这个眼睛好像 被那个什么东西 眼皮被什么 牵锤给挂住一样 一直很想喝起来 所以别人这样讲 我们都不会觉得很诧异 因为我们自己 有这样的经验嘛 现在我们听到一些同修 他说 他读经这么多年 时间 缩短到半个小时 那个速度很快 非常好 越读越欢喜啊 所以我们用读经的方式 用念佛的方式 拜佛的方式呢 降服住自己的烦恼习气 你看这些法身大事 很了不起 他真正能够把旺心 把阿里耶识给转过来 法相中常说吗 转阿里耶为大圆镜之 转莫纳 就是第七识 转莫纳为平等性质 转第六识 为妙观察制 转前五识 眼耳鼻舌身 转这五识呢 就得到了成所作制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帮助我们大家 要达到这个目的 而我们现在 可以说是缘分很殊胜 我们不采取其他法门 来转八识 我们怎么做呢 就念一句佛号 念着念着 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呢 这个八识 他就转过来了 所以呢 十年前往生的 贤功老上 你看他老人家 他转过来之后 他说了一句 他的境界 我啥都知道 过去事情他知道 现在的事情他晓得 未来的事情呢 你问他 他也能够答得出来 我们的麻烦是什么 过去的事情不记得 现在的事情呢 知道的不多 未来的事情呢 更不用提 这就是我们的现况 为什么如此呢 都是人 都在念佛 怎么人家行 我们不行 还是在于 这位老和尚 他念佛非常专心 从早到晚 他就牢牢地记住 他师父跟他讲那句话 老实念 他也真的知道 很听话的 他念这个佛号 不拐弯 常常提醒周边的人 这个世间 什么都是假的 唯有念佛才是真的 他说这个话 人家相信 为什么 不要说别的 就他的年龄来说 是不是 一百多岁的高生 到了晚年 那真的是对我们晚辈 一片慈悲 把他最想讲的话 全都表达出来 而且这个话说出来 人人都听得懂 所以在他周边的这些信徒 对老和尚非常尊重 这是讲到刑法 老和尚做得非常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 是国法 行满所得 有为无为之 正国也 行满 是说 这个行达到了圆满 什么叫做行圆满呢 我们再说的比较 浅白一点 以前不肯放下 或者放不下的 现在呢 都放下了 我们说前一点吧 阿罗汉 他就放下什么 见识烦恼 所以人家就不待在六道里面 他就到了四圣法界 而菩萨呢 接着再放下 沉沙烦恼 法神菩萨 再把无名烦恼 也放下一分 他就出离十法界 到达一阵法界 其实我们大家 多看大圣经典呢 能够快速帮助我们放下 为什么 大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凡所有效 皆是虚妄 我们就说 昨天好了 昨天大家都经历过 对不对 二十四小时 当您在过昨天这一天 二十四小时的时候 见到这么多人事物 请问在当下 您觉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是不是 有跟对方说话 有处理事情呢 有喜怒哀乐 但是现在呢 请问昨天在哪里 早就过去了 说现在 这个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们大家身上 平常可能会戴一个手表吧 大家也戴手表 看一下这个手表 也在帮着我们怎么 放下 这个秒针 他一直在转 时针 也在那里慢慢地转 看着看着 这个人就怎么样了 他就放下 不会看的人 看一辈子也看不懂 会看的人 一桩小事情 就能够打开 他的雾门 所以我们呢 这个经教的学习 一天都不能够中断 因为我们现在 还没有出流到 还没有 升到极乐世界的资格 还没有这个能力 那怎么办呢 天天要 接受 释迦牟尼佛 还有阿弥陀佛的教会 所以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就是在听两尊佛的开示 而他们两尊佛 也代表谁呢 一切诸佛如来 这是讲到 这个 教行 教理行过 四报 好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面呢 我们接着看 这个注解 三百一十二页 第八行 三百一十二页 第八行 我们再把刚才那一段 来念一遍 有探旋机 结法轮约 法是鬼池衣 同有四衣 为教理行国 轮是所成 亦有 亦亦有四 刚才解释那个法呢 有四个意思 教理行过 那这个轮呢 它也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 圆满之意 以离缺减固 这个大家容易懂 你看这个圆圈 是不是 它一定是怎么样的 每一个部分都是连在一块的 没有任何减损 第二个意思呢 是聚得意 以古福王等 西街聚故 在古代呢 有这个车辆 最明显的马车 大家会经常看到 你看那个车轮 它是一个原型的 而这个车轮的构造呢 这里稍微也简单提了一下 说到这个轮 说到这个轮 轮呢 它有这个扶 还有这个网 而这个鼓啊 是什么呢 鼓就是那个车轮当中 凸出来的那一部分 中间的那一部分 外面的那个轮呢 叫它做网 而它那个轴呢 是轴心 现在我们不坐马车了 现在我们坐什么车呢 坐骑车 所以那个外面那个轮胎 那一圈那个橡胶轮胎 就成为网 轮胎跟轴心的支撑 这个叫做扶 待会儿大家下了课 您到停车上 看一下这些车辆 那个轮胎哦 有 至少是五个 五个左右的一个支撑 那个就称为什么呢 称为那个扶 请问自行车的扶多不多 如果不多的话 您骑那个自行车很危险 是不是 所以自行车的构造 跟汽车轮胎的构造 又不一样 那么这个轮呢 是比较圆满 它有这个圆心 有周边 还有扶 跟它连在一块 支撑它 关于这个服务网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参考资料 上册 409页 参考资料 上册 409页 大家找服务网 409 409 有看到吗 好 它说 车轮的中心部位 周围 与车幅的一端相接 中间有圆孔 用来呢 插那个轴 这是把这个骨的样子 介绍给我们看 这个参考资料 很好 它还有图片 车轮中 凑集于中心 骨上的植木 这个叫做扶 车轮的外框 我们常说轮胎 这个叫做网 那它是表一体 才能够称为轮 有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才叫它做聚德 所以我们在注解里面 就看到 骨 伏 王等 吸结 聚雇 所以这个轮胎 一样都不能够少 少一个部分 这个轮胎就会有故障 就会有问题产生 好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接着再看注解 注解再给我们解释 这个轮的第三个意思 有用意 它是有作用的 为催脸或障雇 大家有没有看过农村里面 他们用那个脸 一个圆台 一般是石头做的 然后这个农夫 他就前面就赶一头小毛驴 像推磨一样 这个小毛驴其实也蛮辛苦 他就还债 主人如果嫌他走得慢 还要抽他一下 他就把那个平台上面 那些骨脉等等 把它压碎 用这一个脸 比喻什么呢 把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 给去除掉 主教同修 要去烦恼 需不需要下一点功夫 以前我们小时候 妈妈要我们 做一点事 磨豆浆 他就没有磨过那个石头 那个做的那个磨豆浆 那个东西 也挺重的 没有力气 还不行呢 我们还记得上面有个小洞 是不是 把这个黄豆先泡好 泡上几个小时 然后呢 用那个小汤根 把一些黄豆就放进去 再放点水 然后手呢 再摇 转住它 然后再从另外一边 那个槽 就流出 磨出的豆浆汁 手磨的豆浆 跟机器打的豆浆 不一样啊 更香 更好喝 而且那个豆渣也是可以吃的 是不是 把它这样炒一炒 也很好吃 好 这是讲的这个 轮的第三个意思 它有作用 第四个意思呢 是转动 为从此向彼 即从佛至众生 这一点呢 大家比较好懂 你看您从家里过来嘛 开车过来 是不是 如果那个轮胎转不动 你肯定就开不动 骑车子也是这样子 飞机也是如此 他要起飞之前 他在跑道上要滑动 轮胎都要转动 那佛呢 把他心里面这些 大圣法 小圣法 要用音声 表达出来 让众生呢 能够听得懂 能够啊 依教奉献 以从彼 向此 即从众生 至佛国 佛说了那么多的经法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要帮助一切大众 尽快地证得佛果位 尤其是现在 我们到了末法时期 我们学其他的法门 说句老实话 那些法门都非常好 但是我们自己的烦恼 吸气太重了 就好像我们人生病了 吃其他的药 起的作用不大 唯独有一个特效药 谁吃了 谁的病 统统都能够把它化解 这个特效药是什么药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但是这个特效药啊 我们吃它 能不能够产生作用啊 关键还是在哪里呢 你相不相信 第二个 你肯不肯吃 医生已经把药都熬好了 摆在你的面前 你就是不肯喝 那医生也是没办法 医生不可能强迫你喝咯 是不是 所以你要真信 要真的 要把它吞下去 才会起这个作用 所以佛门常说 净土法门要具足三个条件 信 远 信 接着下面说到 常以法因 绝诸世间 这是总说 从这两句经文开始 一直到后面的 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这个经文常落 从注解 三百一十三页 一直到三百三十页 都是在介绍 世尊 讲经说法的 所以这一大段的开示 特别重要 这都是讲到 第七项 转 法轻之相 法因者 广指如来 教法 不 局限于 言语 应声 该 世尊说法 乃 曾说 差说 赤然说 无见说 说时说 莫时 亦说 不但有情说 无情亦说 故不宜 以法因 现于 世尊之 言教也 这个介绍啊 讲得非常 详细 所以经上所讲的 法因呢 我们不要误会 只有佛的 说话 才算是什么 法因 说实在的 佛不说话 有没有法因呢 还是有 有情众生 说法 无情众生 有没有在说法呢 都在说法 六层境界 通通都在 讲经说法 那什么叫做 陈说 差说呢 下面我们继续看 参考资料 上册 409页 参考资料 上册 409页 大家找 陈说 409页 在参考资料里面 告诉我们 以 朴贤之耳 闻之 则致 草木 国土 亦为尘 西藏 横缩 无上之 妙法 即 十方 虚空间 一层中 有 岔 有 佛 常说 华 眼睛 未知 沉 说 岔 说 这一段开示 都是给我们说明 佛陀的教法 太深的 太深的 一般人呢 无法理解 他无法呢 体会到 我们就说一句哦 波尔经上的 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 金刚集里面讲的 凡所以有相 解释虚妄 说得白一点 所有您看到 接触到的这些现象 都是假的 请问 佛说这句话 您认不认同 说得最直接的吧 我们这个身体 是不是假的呢 假的 怎么个假法 拿证据来 早上吃了早餐 咽下去之后 请问那些食物 现在是怎么样子 早就在里面 怎么样呢 千变万化 它的转换呢 变成了能量 输送到我们 每一个身体的细胞 里面去 所以到了中午呢 这些食物 通通都被化解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每天都有七千亿的细胞 不停地新陈代谢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身体 并不是永恒 一层不变的 它在 不停地转换 底下 接着讲 华言 只 归约 这就是指的 华言经 这讲到成说 那岔说是什么呢 后面再解释 岔说 为草木国土 说之 说法也 华言经 普先行愿品约 佛说 众生说 即以国土说 三世如是说 想不到 整个虚空法界 都有什么声音 可以听得到呢 法音宣流 可惜我们现在耳朵 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你现在听一下 是什么声音 车轮的声音 是不是 诸佛如来 都在虚空法界 广宣大法 我们居然一句话 都没有听到 从这我们就感受到什么 我们这个耳朵 功能太差了 我们这个人的障碍 业障 特别重 不但听不到 也看不到 鼻子也闻不到 闻什么 鼻子如果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话 可以闻到极乐世界的宝香 我们吸了口气 还是闻不到 这是没有我们这个 业障重重 该怎么办呢 要修情境性 要修放得下 好 这是讲到成说 差说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接着看 注解 三百一十三页 第五行 三百一十三页 第五行 世间者 罗什大师曰 世间者 三戒也 所以旧母罗什大师 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世间 就是指的欲戒 色戒 无色戒 世尊受请后 广眼一带大小全时 偏缘诸法 觉醒三戒一切众生 故约 常以法因 觉诸世间 此是转法轮之总相 看来 这个 常以法因 觉诸世间 原来是讲 转法轮的总相 我们千万不能够小看 这两句话的意思 为什么 非常深广 广到什么呢 没有边际的 无穷无尽的意思 后面再给我们介绍 谱贤盛行 他分为三科 我们来看第一小段 破米开悟 经文 破烦恼成 坏诸欲欠 喜着购物 显明清白 下面再解释 破烦恼成 减堂义 这句经文呢 是在大宝基金 无量受贿里面 有出现 大宝基金 如来会 这个本子里面 念到下面讲 烦恼者 贪嗔痴等 烦心 恼生 故名烦恼 所以什么叫做烦恼 这念到讲的 惊要 因为我们的心很烦 心烦 身体得不到 得不得到安乐呢 不安乐 所以你想要得到快乐 首先要调哪一个部位呢 调心 所以当初惠恼大师 为什么 用那种比较极端的手段 来求法 一般常人不用这个方法 他是用他的一只胳膊 表达他的诚意 我真的是来求法 所谓的 精诚所致 精识为开 达摩祖师呢 直到这个时候 应该要给他传法了 因为他诚意够了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给他说法 他这个时候是专心致志的 听祖师的开示 一听 就那么一句话之下 豁然大悟 烦恼呢 全都顿时舍弃掉 烦恼有哪些呢 底下就讲 有贪嗔 吃慢疑 身贱 边贱 邪贱 贱 贱取 戒取 十种 称为 十烦恼 这个象中啊 称这十烦恼呢 是根本烦恼 一般我们讲 根本烦恼有六个 贪嗔 吃慢 疑 恶贱 那如果再把恶贱一展开 就是五个 身贱 边贱 贱取贱 戒取贱 邪贱 所以前面的五种 加上后面的五种 前面五种私货 后面五种贱货 这是见识烦恼 这是烦恼里面最重的 它是我们轮回六道的因 等到哪一天 我们把这十个烦恼 全都放下 六道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你就到哪里去呢 你就到四圣法界里面 你就正在阿罗汉国 可是见识烦恼断了 它还有什么 见识烦恼的习气 谁把这个见识烦恼习气 断掉呢 辟知佛 从这个说法 我们就体会到 断烦恼已经很难了 断那个习气 怎么样呢 更难 朱同修 我们有没有习气 挺多的 对不对 我们自己有习气 死都不承认 人家说出来 我们就就是 哎呀 不松口 我没有 是你有习气 我没有 这个 这个是 很难受教的 什么样的人呢 听善知识的开示 他能够得到利益呢 善知识说的话 他都能够完全接受 肯照着 这是有缘人 佛门常讲的 天台中 以剑丝 尘杀 无名三祸 称为三烦恼 这三大类的烦恼 我们真的要把它 全都舍弃掉 马明菩萨所写的 白法明门论 真的里面就讲到 根本烦恼六个 这是所有烦恼当中 最毒的 他们也是烦恼的根 其他烦恼 就是从这六个烦恼里面 延伸出来 可惜的是 现在人对这个六个烦恼 特别喜欢 他就是放不下 天天在念他们 天天被这六大烦恼 转转转 可是我们现在遇到佛法 知道这个烦恼不好 想要舍弃他 想放下他 可是又放不下 怎么办 古大德教我们 俗处转生 生处转熟 烦恼我们很熟吗 那佛号很陌生 现在我们在 陌生的方面呢 加强 天天念佛 常常念佛 念得越多越好 对于这个烦恼呢 我们尽量远离他 不想他 不接触他 这样子久久之呢 不知不觉 我们那个烦恼 就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就没了 真的念佛啊 我们要学习黄念老 往生之前 那个样子 他每天念佛 多少生 十四万生 那个速度非常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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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追顶念佛的 快速念佛也好 怎么讲呢 能够把我们 这个杂念妄想啊 很容易把它压住 底下是大制度论 所解释的 烦恼者能令心烦 能做脑固 什么叫做心烦呢 一般我们看一个成语 叫做心烦意乱 是不是 做不了主吗 为什么说心烦呢 他心里面有忧虑 能做脑 这个脑啊 是脑乱的意思 也就是讲啊 他这个心里头 咋念妄想一大堆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剪不断 你还乱呢 成走成宝也 佛也妙法 吹破众生 吹破众生 身心中 烦恼之 堡垒 故曰 破烦恼成 坏足欲欠 静影苏欲 爱欲之心 生儿难悦 故缩为欠 叫断令坏 因为无量寿经是在三千年前讲的 所以 佛菩萨讲经 祖师大德在解释的时候 常常引用大家看得到的一样东西 这样帮助我们去体会 这个烦恼啊 烦恼有没有成啊 没有 用那个成来做什么呢 做比喻来形容 形容这个烦恼很坚固啊 像一个高大的城池一样 因为古时候的 住宅区 不像我们图文巴这样子 是没有任何 城墙保护我们 大家有没有到过南京 南京到现在还保留那一个 朱元璋那时候建的这个城墙 你看多宽啊 在上面 马车 汽车都可以开 很宽 很厚 它城墙外面呢 还有一条深水沟 那个深水沟就叫做嵌 所以这个沟里面是填满的这个水 水在佛法里面也代表什么呢 是比喻我们的欲望 因为这个嵌它深它宽 所以这个敌人呢 要攻打这个城池的时候 很不容易过去 这是给对方造成这个障碍 那么我们这个可以说 爱欲啊 就如同这一个护城河 像这个嵌一样 这么样的深 这么样的宽 佛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啊 都应该要把它怎么样的 放下 欲分为五种 财色明实碎 我们要细细地琢磨一下 这五种欲 哪一样是最重的 把那个最重的怎么样的 先把它打败 先公布它 把这个最难的都可以把它放下 那其他四个就怎么样的 就容易了 曾姐说 坏足欲欠责 舍欲心 爱欲是诸苦之本 欲留生光 这都是提醒我们的 有欲望 统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痛苦 因为所有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有爱欲 尤其是说男女之间 你看这个年轻的男女 在交往的时候 哎呀 那个感情好得不得了 等到以后结婚呢 以前吴生听一个 那时候在夏威夷嘛 就认识一个同修 那时候我们也年轻了 二十多岁 就问对方 这个结婚是什么感受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打个比方 就好像是一栋房子 没有结婚的人呢 想要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 好奇嘛 不晓得你们是什么 家具啊 什么摆设啊 不清楚咯 想要打开门 想要进去 品尝一下嘛 了解一下 可是结了婚的人是什么呢 想要从房间里面 出来 他就举这样一个比喻 然后他就说 你去餐 你去体会一下 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体会不出来 他那个话是他结婚那么多年的 真实感受 其实 我们在六道里面 为什么不停地要舍身受胜 一会儿再人道 一会儿再出生道 一会儿再天道 一会儿再地狱道 什么原因呢 就被那个爱玉 拉来拉去 所以这个爱玉不是个好东西 可是一般人对这个爱玉 特别喜欢 那佛打个比方 这个爱玉像什么 像刀上的那个什么 蜂蜜 刀刃上面 你用这个舌头去 尝它的味道 嗯 好甜 可是蜂蜜是甜的了 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这个舌头就断掉了 请问你想要得到什么 是想要得到那个短暂的快乐呢 还是想付出惨重的代价呢 你自己尊重 对不对 佛不会勉强大家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爱玉是诸苦之本 这个本就是根本 应当放下 众生飘逆之而难度 所以为前 我们把这个六道 比为这个爱玉之和 在这个河里面呢 我们众生在里面怎么样 起起伏伏啊 真正觉悟的人 他就想方设法 要游上 那个河岸 不想在这个河里面怎么样呢 苦苦挣扎 有人就说吗 法师啊 我看不少夫妻也蛮幸福的嘛 也蛮快乐的啊 您只看到表面 您没有跟他们住在一块 如果他可以的话 多出一个房间 给您单独住 您就观察 他这两口子 是什么样生活的状况 很多事情 人家都不会跟我们说的 所谓的家丑 不可外扬 他不愿意讲这些事情吗 要讲都是讲 比较体面的 比较好的这些话 下面是志愿 所解释的 嵌绕城 长水坑也 这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护城河 大家如果到过北京 你就看到那个护城河 真的很宽 比一般的那个护城河 还要宽 绕一个大圈 估计在这个护城河 都可以划船 它宽嘛 大概我们也没有量过 估计应该 大概五六米吧 至少四五米 佛法见 劫欲欠 令善坏也 经上常常用这个宝剑 比喻智慧 这个智慧能够把这个烦恼 全部都斩断 所以我们要真正下决心 把这个护城河 把这个欲欠 摧毁掉 因此 财色名利 诱惑再大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要拒绝它 天天读诵 佛经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有所警惕 因为世间人沾染那么一点点的物欲 他所得到的苦 是无穷无尽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能够遇到念佛法门 这是多么稀有难得的因缘 有人就好奇了 这整个宇宙是怎么来的 法界嘛 怎么个缘起呢 佛在经上一句话就打出来了 因为一念不绝 那这个一念不绝 有没有原因呢 第一个一念 没有原因 第二个念头呢 就有原因 第一个念是因 第二个念呢 就是果 你看它就开始不停地循环了 产生作用了 我们通过念佛的方式 把自己念头全都集中在一点上 不再想别的了 只要是呢 不思考 不要去琢磨任何事情的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 通通拿来专念佛头名号 这是修清净性 戏着购物 显明清白 前面我们看到 要破烦恼城 还要呢 坏租欲欠 把烦恼断掉 把自己的心呢 洗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们每天呢 要下的功夫啊 所以本经的经题特别好 我们到底修修什么呢 就是修五个字 清净平等 绝 您能够做到清净平等绝 马上就能够得到利益 什么利益呢 大圣 无量寿 庄严 接着 日本 尽忠大德 观测老法师 在和战 给我们讲 贱爱烦恼 譬如购物 空会能除 易如喜酌 除邪显正 故曰显明 以护法成 故曰清白 操诸毁谤 故曰清白 文宗之法成 指 至断 之国 这个解释 也说得非常好 那观测老法师 是我们中国 唐朝时候的一位 日本大德 他也是 学习 无量寿静 现在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 上册 411页 参考资料 上册 411页 大家找 贱爱 空会 贱爱 空会 有看到吗 好 这个贱呢 刚刚提到了 分为五种 身贱 边贱 贱取贱 借取贱 邪贱 这五种贱货 小圣出国 虚头环 他就把这五种贱货 断掉 这五种贱货 断掉之后 还要继续断 五种私货 贪 称 吃 慢 疑 这些呢 都被称之为 爱 所以五种私货 就是指的 爱 有人说 那我不爱 怎么样 不爱 也是烦恼 您起心动念的 您只要有这个念头 都是烦恼 谁 不起心 动念呢 有没有不起心动念的人呢 有 人是肯定有起心动念的 佛跟法生菩萨 他们就能够做到不起心动念 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变通的方式 来降服住自己的起心动念 用什么方式呢 念佛 其实念佛是不是起心动念呢 是 其实也起得蛮厉害的 阿一个念头 弥是个念头 佛又是个念头 佛还是个念头 是不是 阿弥陀佛 但是这个念头好 它跟我们的信德相应 跟我们真心相应 念着念着到最后 怎么呢 您就成为阿弥陀佛 那成了阿弥陀佛之后 还念不念阿弥陀佛呢 看情况 真正的原教佛就不念佛了 如果还念佛 您不就又打妄想 那为什么说 看情况呢 您要去度众生嘛 是不是 那度众生 跟大家讲要断烦恼 用什么方法断烦恼呢 念阿弥陀佛 您劝别人念阿弥陀佛 那自己要不要念呢 念给大家看嘛 是不是 所以言语 教大家怎么念佛 您这个表演呢 还实现一个念佛的样子 就像 《华严经》五十三餐 德云比丘 他就在怎么呢 他就在演表演 他在山上啊 就是修这个 波周三昧 所以我们通过念佛的方式 把自己的见或撕或 全都打掉 好 这个参考资料 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 见爱 四百一十一页 我见 邪见等 一切迷离之祸 为之见 谈欲称慧等 一切迷失之祸 为之爱 这个解释得好 什么叫做见呢 因为我们有五种 这个邪见嘛 那这个五种邪见呢 是迷离 把这个道理啊 没搞清楚 而这个五种私祸呢 贪嗔痴慢疑 我们把这个是啊 没有弄明白 一个是对理不清楚 一个是对事项呢 不晓得 其实理跟是啊 我们也要看清楚 您把这个理搞清楚了 那是清楚不清楚 清楚不清楚 当然清楚 常言说得好吗 理得 心安 这讲因吗 您能够在理上面 一目了然 那对于事项 就没有您不信 通达的 见者一切之见祸 爱者一切之修祸 这个见呢 括弧里面说 以为罪之 可能是个罪之 又叫做私祸 迷失之祸中 以爱作为苦之本 故标爱 而该于也 这个该啊 就是包括的意思 说一个爱呢 就包括其他的几种 你看这个古人常说的 七情五欲 七情五欲 这十二种 用一个字就可以代表 就是这个爱字 喜怒哀乐 爱无欲 还有财色明十岁 谁不贪重 都有 佛劝我们 统统都要放下 在法界次第 上之上 什么叫上之上 法界次第 分为上卷下卷 所以称为上 那上之上 是什么意思呢 上卷又分为上中下 所以叫做上中上 上卷 第一卷就讲 若论烦恼根本 不出 见爱 前面刚刚提到 这个 见祸 思祸 一个是 迷于理 一个是 迷于事 理跟事 都迷了 这个叫做 没有智慧 凡夫就这样子 谐心 观理 他不是真心 不是清净心 是谐心 换句话说 他没有正直正见 他这个心 不在正当中 偏了 因为这样子 他就看不到真理 他就看不到实实真相 这些通通都叫做什么 见 若于假实之理 情迷而 导向邪求 随见偏离 望止为实 通明为贱 讲理 讲事 佛告诉我们 事是假的 理是实的 像是假的 性是真实的 因缘果报的 是 是假的 因缘果报的理 是真实的 我们把这些东西 都搞清楚了 心呢 就正了 看这些外相 就一目了然 清净楚楚 见烦恼者 为武力使 也就是呢 身见 等 五种见 这个史啊 就是古时候 所讲的 猜史 也是我们现在 所讲的 警察 警察做什么事情 抓坏人 所以我们如果 有烦恼啊 那这个 就有 这个五个史呢 来 找麻烦 所以佛教我们 大家要把这些 通通都放下 贪婉之心 明知为爱 若于假实之 事情 迷随心 所对一切 事尽 染着残眠 通明为爱 爱烦恼者 为武顿使 前面那个剑呢 叫做武力使 而这个 私货 贪嗔吃慢疑 叫做武顿使 那个顿呢 就是持顿 它不明显 什么意思呢 就说把这些 私货断掉 虽然把它断掉 怎么样呢 它还藕断丝连 但是吃过 吃过藕嘛 你看把它 一刀 切断 仔细一看 把它 它真的是分为 两个部分 当中怎么样呢 还是细细地 先连着 所以断贱货 已经很难了 断私货呢 更难 从这我们就知道 二果三果四果 很不容易啊 我们先不要说 小生二果三果四果 我们连出国 都还不是的 要加油 要努力 认真学习佛法 下面是 归敬仪通真经 里面所讲的 这是上本所说 贱为贱货八十八十 贱所断固 爱为修货 这个修货啊 就是指的私货 私货有多少呢 八十一品 修所断固 把它们合起来看呢 那些真正的修行人 了不起啊 他能够把五种贱货 五种私货呢 全都舍弃掉 不过放下 见识烦恼 还没有完全成就啊 他还接着放下什么呢 沉沙烦恼 跟无名烦恼 所以我们看佛 跟凡夫 不一样的地方 佛是已经证得了 法身 保身 我们现在凡夫 现在是什么身呢 可怜巴巴的 夜保身 所以佛那个法身 保身里面 是没有见爱的 他充满了什么呢 空慧 他跟信德完全相应 他也起作用 所谓的 从一体起二用 那个起二用呢 就是像 华音二指 望尽华音观 这是贤手国师啊 所写的 这个里面呢 讲这些事理 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看华音经呢 都有提到 见爱 跟这个空慧 佛菩萨是已经把 见爱 通通都 清除干净了 所以人家 只有智慧 我们现在 之所以没有智慧 因为我们 心里面 充满了 见爱 您有见爱 就怎么样 就早夜 还有一句更难听的 想不想听 早恶夜 早什么恶夜 三处恶夜 因为我们自己 做不了主 所以要被这个 业力怎么样 拉着跑 六道到哪里去投胎 完全是自作自受啊 幸好我们现在 遇到念佛法门吗 我现在赶紧回头 不再被这个 见爱怎么样呢 所影响 我天天都在念 这句佛号 我天天都是向往 求生西方净土 我的目标非常明确 我就是要到那边 亲近阿弥陀佛 希望这种力量 能够以后把我 带到西方净土 您有这样的愿心 阿弥陀佛就怎么样呢 冥冥当中 加持您 一个是外援 阿弥陀佛的帮助 一个是我们内在的愿力 两者一结合 到我们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自然就会来 接应我们过去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么多 总结一句话是什么 这个时间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无所拥 必尽空 不可得 要放下 我们不敢指望大家 一下子全部放下 至少放下一点点 每一堂课放下一点 一了不起 三百六十五天 放下三百五十 小烦恼 是不是 激少成多吗 久久之 就会啊 明星见星 大车大午 空会就现前了 好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 不学勿胜出席练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错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法师 大德同修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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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